前陣子 多拉雄 多拉雄 幫幫我 蛤 怎麼了嗎 我的後避震都改好了 可是我前避震 太軟了 受不了了嗎 對 受不了了 可以幫我改一下前避震嗎 真拿你沒辦法 那我就要拿出我的法寶囉 生殖器 沒有沒有 避震器 我們今天剛好 Gia 前陣子剛新出來一個 MSX專用的 現在的內管阻影調整系統 那我們今天就把它安裝上去吧 那我們就來安裝看看 這次效果如何吧 很臭 打開很臭 很臭 很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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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兩邊的油不一樣 兩邊的油不一樣 怎麼會這樣 好聽這個聲音 好 再烤吧 現在烤這個東西就是 把裡面的膠烤軟 我們才可以做把它 懸開的一個動作 它這上面是反壓 所以一開始先 鎖緊再往回拉 讓它可以鬆動這樣子 MX這種機構的 拆裝 算是最麻煩的那一種 它現在已經冒煙了 冒煙基本上就是屬於 它裡面的膠已經就是 碳化了 碳化的膠 好 喔 修 原本太髒了 把它這邊清乾淨 現在把它原廠的煮泥棒 拆掉 喔 燙喔 好 給你把它拿起來 這出不來 所以我們要車這邊 把這個地方弄出來 這個地方消掉 這時候就要出現 騎士店的精準車床了 精準車床在哪裡 我不知道還沒買 哈哈哈哈 精準車床 為什麼這個用沙輪機也是沒問題的 因為它只是單純要把這個取下來而已 它的精度並不會影響到它的組裝的品質 現在這個安裝的順序呢 就是把剛剛 內管這樣插進去 旋頸 旋在原本拆下 阻尼那個地方的位置 旋頸完之後呢 阻尼棒插回去 然後我們等一下去甲具上面 做一個安裝的動作 然後這邊等一下也要上螺絲膠 好 目前零組件就是這樣 這吉亞的阻尼套件的部分 就是分壓側跟深側 可以調整它的浴窄 還有它的深壓側的阻尼 配了彈簧這些套件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阻起來吧 OK 先鎖緊它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用高強度的螺絲膠 去組裝它 我們就把它鎖到底就好了 好 鎖到底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一樣 上螺絲膠 這個上上去 緩壓 留緊就好了 要安裝新的油風呢 這邊要稍微 用電磨布把它纏住 避免它刮傷你的油風 然後稍微檢視一下 這個地方有沒有銳利感 有的話就稍微 封一下 不要造成任何安裝的失誤 這是最簡單的東西 然後依序放回去 一開始先是土封 土封千進 然後漆扣 然後再油封 然後再一個擋片 再把這個上面所有的 剛的電磨布再拆掉 開始裝那個煤大露跟耐磨環 先是這個 然後再是這個 然後再是這個 這個步驟這樣結束了 這個部分 要上點油讓它潤滑 換進去的時候會卡卡的 然後掏過去 先把那個裡面的鐵環打到底 然後再換油功 好 敲到底之後再換吸扣 然後 然後 店長的習慣是 噴點油在 吸扣上面 讓它不要生鏽 好 再把它橡皮之路 OK 掉下去了 可以開始裝油了 好現在排空氣 現在是空的嘛 經過一連串的排空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再組裝上去了 現在要把它放進去 然後跟 液面高度 我們先設定一下液面高度 它的液面高度呢 是放到底 看多少 然後因為我們這邊 內管上面有三八 所以我們 我們沒有放到底 所以要加這邊的高度 下面這邊有三八 要加那邊的高度 長度定好了之後 叉下去 吸一下吧 好 裡面的高度到了 好 可以了 好現在就是把堂皇放上去 蓋子鎖上去 好 放後 把它鎖回去 緊就好了 OK 放掉 好 可以喔 可以喔 阿展壓壓壓看 OK 好 那今天的組裝 就到一段落了 等一下再把它啪啪上去 好 泡香 泡沫 好了 然後 放中火 淨水 先清潔 然後 煮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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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5 游泳 3.4.4 游泳 3.5.5 游泳 3.5.5 游泳 真棒 3.5.5 游泳 然後在影片下方留言 訂閱安裝 就這樣囉 掰掰